4月10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 省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宁 在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调研时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仅扣四个定位 狠抓五大任务 保持定力 发挥优势 瞄准方向 锐意进取 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调研期间 刘宁实地考察中国辽宁日本产业园 数字经济产业园 关键战略材料产业园 他强调 要抢抓战略机遇 把握政策导向 强化产业链 创新链 资金链 人才链协同 建设一批强基础 蓄势能 立长远的重大项目 努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在省府示范区政务服务中心 刘宁对中心建设一体化平台 实行承诺制审批 开展园丁式服务的做法给予肯定 强调要在检政放权上动争格 在政务服务上建诚心 经流程提效能优服务 强势推进一网通办 着力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 当日下午 刘宁主持召开省省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他指出 省府示范区建设方案获批三年来 大家状态好 精神足 干劲大 场景心 思路轻 进展快 各项工作呈现良好势头 成绩输为不易 应与充分肯定 刘宁强调 设立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充分体现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辽宁振兴发展的殷切期望 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按照省委工作要求 提高政治站位明确发展目标 坚定信心决心 走出一条富有时代特征 具有辽宁特色的改革创新示范新路子 要聚焦补齐四个短板 做好六项重点工作 做深主导产业 做强新兴产业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全面提升示范区集聚力 承载力和辐射力 为全省乃至东北生化改革创新提供方法路径 要把改革创新作为神府示范区发展的主旋律 营造人气 培育势头 建设场景 构建环境 优化生产生活生态 统筹过去 现在未来 加快建设三区一引擎 刘宁强调 建设好神府示范区 是全省上下共同任务 沈阳 府顺及省值有关部门 要拧成一股绳 共下一盘棋 以深入开展三落石专项行动为抓手 协调解决建设中遇到的困难问题 全力支持示范区改革创新发展 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省级沈阳市领导陈绿平 张立林 王新伟出席有关活动 本台报道